欸咻 好 登登登 今天我們嶄新的時刻 第三章開始要來遊玩囉 第三章 又要來去看看那個了嗎 我們的 舊小蛇 不知道又再度變得多麼的神秘 真的是像是練工坊一樣的那個舊小蛇啊 那 暑假再過完這個禮拜就過了一大半了 沒想到呢 閃之軌跡也差不多才玩到 接近一半而已吧 第一次來看台的也安安喔 不知道有會不會喜歡這種系列呢 RPG的遊戲 我個人其實會覺得啊 放在實況裡面其實不一定是 就是大家會喜歡 因為大家可能會喜歡一些 無時無刻都會有一些爆點啊 或是一些樂趣 不過閃之軌跡這種RPG遊戲呢 當然就是比較輕快 悠悠哉哉的去玩 當然 偶爾戰鬥時刻也是非常的令人刺激的啊 但平常跟NPC聊聊天 這也是精華之一啊 不知道到了第幾章 我才可以在我們的學院這裡 出去到我們的村莊 再怎麼樣也會 我們去外面實習都會有 打倒魔獸的 那我們在這裡學都沒有 這附近 左邊右邊的村莊 外面街道應該也會有 很強很怪很可怕的魔獸才對啊 但是 我家的客 特最喜歡點心了 其中他最喜歡 莓果塔 總是要我做給他吃呢 呵呵 願意的話你也做做看吧 哦 一開始馬上就學會莓果塔 哈娜太棒了 希望兩個人都有美好的一天 然後 希望肚子餓了就趕快回來吧 哈哈哈哈 有人說時空真的當然好啊 每個人感覺不一樣吧 一開始我還蠻猶豫的 後來覺得反正我一次一定會玩 那就來 死後吧 YO 第一次期中考 成果如何啊 哈哈 還過得去啦 那學長你呢 嗯 我應該略高於平均分數左右吧 如果想辦法在事前弄到考題 應該能增高一點 跟我想的一樣啊 我想考題那種東西 應該不至於會留到他的手上 這間店偶爾會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真的假的 叫什麼 你在找莎拉嗎 那家婆的話啊 在黃昏前應該是不會回來的哦 哦 你知道莎拉教官去做什麼嗎 沒有啊 我不知道 很 很明顯被敷衍過去了 小子 沒死的話就回去念書吧 複習一下考試什麼的應該比較好吧 嗯 這個老頭我真的感覺就是 很厲害的樣子 好像知道很多東西 啊 我真的覺得有空的時候我要來 來再刷一下我的money money 你看我的money只剩下11萬 說16萬 一炸一點就變成11萬 這麼科學啊 這個世界 真的是太坑爹了 不論是颱風還是下雨 都要準備一些餐點才行啊 也就是說每天一定要出門購買私菜才行 這對於家族家庭主婦來說 是不可或缺的行程哦 真的 緊急備用糧食很重要啦 咦 今天早上看到沒見過的女僕 正在打掃街道 應該是跟著某一位貴族學生的人吧 雖然這個時期才來挺時期的 哦 他是說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女僕 哎 咦 一下子 忽然間 上次 後來有點忘他的名字 雪倫 新的女僕叫雪倫 這是誰啊 我的 雪倫 對呀 今天是我來自己玩 呃 藥金10塊我為什麼還不拿去賣呢 因為我第一我還不缺錢 第二我也猜想 說不定以後有機會可以賣更貴 我就不知道有沒有可能啊 啊 是黎恩啊 老拉 你竟然一個人待在這裡 真難得了 呵呵 我有點好奇就隨便看看 沒想到雜貨店還挺有趣的 讓他一起挑選雜貨嗎 天吶 太心動了老拉 嗯 好好好 這個最後再來決定要跟誰 是叫貝奇嗎 明明是這個年紀工作起來去游 我會有樣嗎 哈哈 我很喜歡 幫他加薪法這麼好 哦 台灣 很少這樣的一個這種 觀念的老闆啊 就是 店員做的好 他們只覺得是應該的 貝奇那家伯好像有點消沉了 真是的 所以我們是說了 那家伯做什麼 都用拚命三亡的方式 在實際是過虧之前是不會了解的吧 真是笨拙的傢伙啊 幹嘛這樣說貝奇 糟糕 考試完全不會寫 或許我開聽從魚果的建議 再多捏點書才對 啊 有點小看高等學校的水準了 哼 不過我的打工是不會停的 畢竟這可是我的人生意義啊 下次考試我會設法堅固血液的 對啊 下次再好好努力嘛 這個牛奶多買一點好了 因為他可以給貓咪喝 其他的目前我還沒有特別需要 對啊 這遊戲一下子 嘖 賢錢就花光了呢 服飾店 不知道有沒有賣什麼新的 哦哦哦 嗨囉 是克里特 好厲害哦 夏天的新品已經到貨了 而且賣剩了的村莊 現在新倉大拍賣 哦 你知道哦 我這個 哎 流行是什麼呢 我不管怎麼穿 就是屬於我的流行啊 沒有啦 但是就是這種 換季時刻真的是 買衣服的大好司機 雖然 有一些好的衣服啊 或是尺寸 就是會 不一定會有 對啊 像 我是穿 我衣服都是穿S號 因為 其他的會太大件 然後 這種就會 有時候S號都會沒了 就比較可惜 可是呢 有時候你還是可以逛到一些 哦 這種換季裝 就好便宜 就好爽啊 想要趁現在買這些新裝 放到明年再穿 就會很划算 哎呦 克里特 跟我一樣想法 哎呦 跟我一樣 是個天才 哎 我們又不是 模特什麼的 或是藝人 一定要穿的那種 今年流行品啊 或是什麼 根本不懂啊 只要穿 覺得自己開心就好啦 年長的雨天也停了 氣溫開始漸漸升高 應該是因為夏天也進了吧 本店也進了 今年的夏裝 務必參考看看 好哦 新衣服嗎 感覺 也沒有什麼新 對啊 裝備都超貴的 什麼 一開在意外 16萬很多了 沒想到 唉 一下就沒了 呵呵 還是看我一邊欺負人一邊玩比較好玩 哇 你是M嗎 這麼喜歡被欺負 你們這些人 嗯 今天早上看到 這個看過啦 老先生 不要一直糾纏的我 我對老頭沒興趣啦 我對小飛還比較有興趣 飛好像目不轉睛的在盯著看 嗯 因為我在原衣社要開始中花 他要開始中花了 得要準備一套好的工具才行 這樣好像會很辛苦 不過很難得看你這麼投入 做什麼事情呢 嗯 有時候我也會這樣的 難得在這裡遇見人要幫忙他一下嗎 好想幫他哦小飛 可是工具跟 跟花店買工具不是很奇怪嗎 花店通常只會賣花吧 哦 他有賣各種原衣用品 我誤會啦 不愧是真 真是好 好像是新加入原衣社的同學呢 呵呵 喜歡原衣的人增加我也很高興哦 我想會有很多不懂事的地方 接下來可得好好地聽 他找我商量 哦 真好 你感覺就是個好媽媽 花店的大姐姐和時裝店的大姐姐 這下就大致可以掌握到 脫力斯塔的可愛女生了 狂拍各個城鎮的可愛女生 真的假的 真是 但是現在問你們一年七八一有機會到各地去呢 其實我們當然也想去各種地方外派 不過因為經費問題只能偶爾去趟地圖而已 你不是貴族嗎 貴族學生經費問題應該還好吧 居然 居然 居然這麼說 是個省吃減用 或者是 只是一個小貴族的孩子嗎 我是蘿莉扣嗎 其實不大算是耶 就只是覺得很 覺得可愛 可是不會到那種的喜歡程度 所以很想壓他們頭耶 大姐姐比較真啊 所謂的倒立收音機在三年前 並沒有如此普及 成立脫力斯塔廣播的時候也廢了一番苦心 所以要讓收音機普及 還在每間酒館裡 用便宜的價格販售 真是懷念啊 最近價格也降低了 收音機也算是相當普及了 嘿 現在才正要開始呢 提升節目的品質 並且增加各種有魅力的合作 要乳落聽眾的廣播大 托力斯塔廣播大進擊 接下來才要開始呢 以前也很喜歡聽廣播 他這個鬼機系列啊 其實也有廣播劇 日本好像有一些動漫啊 或是漫畫也都會有這種廣播劇 廣播小劇場就很酷 只是這種都聽不懂就很可惜啊 畢竟是日文 歡迎光臨 新鮮十分大手歡迎的托力斯塔廣播 因為蜜斯提的談話很受歡迎 新鮮十分的收聽率直線上升哦 導播把他跳過了 呵呵太好了呢 導播多虧了各位聽眾 啊 那打算閃鬼玩完之後 因為聽說閃鬼最後的那個 就是他們有 剛剛有說到廣播劇 然後廣播劇有說到一些 算是 更不玩他的劇情吧 就是我有聊到一些其他的 啊到時候不知道漢畫找不找到 但是因為限制段還沒玩完 但你就不會去找一些東西 呵呵呵 如果有人有也可以 訊息給我 去我的新的粉絲團 來訊息給我啊或者是mail給我都可以 嗯 大家的表情很不錯呢 但是再過一下 又會有很陰沉的學生漸漸過來呢 你想嘛 還要發表考試的結果啊 真的 這份剪透感也只剩兩三天 唉 現在就忘記討厭的事 盡情放鬆比較好啊 巧巧可是喜歡畢業偶 我哪有喜歡畢業偶 我只是順著你們意 稍微聊一下而已有沒有 呵呵呵 終然 嗯 又要吃什麼 每年考試一結束天氣就會突然變熱 生病的家伙也不少 為了不輸給天氣什麼的 要盡量吃飽 真的 有時候 一不注意就是會 被小心感冒 咦我發現 他死我了吃過 披薩 哦我吃過一個披薩 多買一個 最近我也開始收聽 導力收音機這種東西了 會播出一些新聞節目 還挺有趣的 和閱讀 帝國時報 比起來有 一 另一番的樂趣 對啊 比起用自己看啊 或者怎樣 有時候聽 也會覺得很酷 呵呵 大叔小小妹妹就只是 就只是當作妹妹而已啊 要談戀愛 或是要欣賞 還是要大姐 可以比較 有成熟的魅力 哦 就是你們不懂啊 呵呵 正態還是蘿莉要比起來 但是小女生就比較好 因為小男生大部分都在這屁 三次元的男孩子 屁 就是屁 就是中了 始終考結束了吧 情況怎麼樣呢 雖然考 之前背數很重要 但複習也很重要哦 要是答案卷發回來了 要好幾複習呢 還有晉級考試 晉級考試是怎樣 哦 又有新的書 終極象棋 清顯易懂的教學方式 帝國馬書教文 這什麼 老子的料理 獻給男兒的轟 轟軟書籍 不過這個王 之前買過 他那名字很好笑 老子的料理 三名字 看來已經讀過了 真的 新的書是什麼呢 這個 感覺就是跟 阿進 這對我來說門檻或許高了點 下次問問阿進好了 加50 跟他加我才不用開始 不需要跟他加 淺顯易懂教學方式 猜跟小飛吧 哦 這本書挺實用的 下次和班長聊聊看 哦是班長 跟班長聊聊看 如何更好地教小飛 帝國馬術 這不用說一定是跟大少爺啦 馬術的書吧 那有空呢 有空跟遊戲師聊聊吧 哦 差實用 三 認可了 還有 真的還有一本 呃好 我記錯了 不愧是豆腐腦 鯨魚腦 所以喬喬就愛二次元的正台了吧 是是是 二次元的小弟弟 我目前這款遊戲還沒看到 哪些可愛的小弟 好像真的沒什麼影響 DX射手 看會不會釣到一些什麼 特別的魚吧 嘿 哦 這是 之前有釣過的這個魚嗎 好像是新的哦 昂昂耶 紅紅的 岩穴魚 哦 是我新的 釣的新的魚呢 不過 呃 靈鬼必鬼也有這個魚 岩穴魚 伟娘呢 伟娘是我完全沒辦法 呃 理解 以及 接受 嗯 太特別了 啊 這麼凱的女生 一定是男孩子 莫名其妙 沒想要用新的這個釣具 也會釣到這個鱗魚 滿天滿谷都是鱗魚啊 MASMASDA NAH SORRE 叮 我很可惜 是 在 第一次時期的時候沒有釣到魚 不知道 有沒有查漏掉一些魚 感覺我 這一輪就是 還是會漏掉滿多東西 第二輪是一定要的啊 像以前 PC版的時候 不論是 空字軌跡到 畢字軌跡 零字軌跡 中文版 就是買那個 特別的 要什麼 特別包 都會有附攻略本 跟著攻略本一步一步走 既不會被捏 也可以 滿足到所有的任務都可以做到 現在就沒辦法 只要自己去找 可是 有一些沒有說得到那麼的詳盡 今天是克連老師來當家庭教師的日子 因為主日學校對我來說 程度太低了 但是平常日子 只能一個念書而已 他這麼喜歡念書啊 真是特別的孩子 嘿咻 擔任家庭教師的克連同學 真的提供了不少幫助呢 聽說他叫的錢嫌易懂 艾米爾也很開心 還有 要是能夠成為那孩子好的商量對象就行啦 身為母親 有他的幫忙就是太好啦 艾米爾他沒有朋友了 擔任很好的談話對象 又扮演哥哥的角色的 克連同學真的幫了我很大的忙 家庭教師 可憐 看一下釣魚手冊 釣魚手冊應該也不會特別是講說 就是 會不會漏掉那一下 對啊 目前我 感覺是還好 有一些就要去一些新的地點 才可以釣到 拖列斯塔的水池 欸真的耶 其實目前 喔有啦 像這些 隱閃魚 是在我拖列斯塔 就是在這裡是釣不到 所以 難免還是會有一些村莊 是會有他們獨特的魚 所以我 猜我是一定 miss掉吧 現在教會正在舉辦主持學校哦 呵呵 平常調皮的孩子們 好像也專心上課了 希望我也能快一點跟那些孩子們打成一片 打成一片 用打了 跟孩子要怎麼樣更加的熟識呢 就是打 用打成一片 貴族派與改革派這兩個巨大私利 動輒產生對立 從現在 彼此開始拿起武器對刺了嗎 真是悲傷的事情啊 希望不要讓孩子們的未來 留下眼影 哎 真是的 看大人們為了各種的權利啊 為了鬥爭啊 各種 鬥爭 結果 苦的都是你們的下一代啊 呵呵 今天是主日 假日學校的日子 能夠指導孩子們之事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大的喜願的 來 今天也冒足順利來念書吧